2007年周杰伦跨界导演电影上映 一举酿就华语影坛最大冤案 不能说的秘密 跳房惨不忍懂 观众更是直呼看不懂 可数年过去 影片豆瓣评分却从6.1标升至8.1 还被网友奉为华语爱情电影天花板 叶湘伦初次见到陆小语 是在校园的百年情房中 她被木梯上的女孩惊艳 一眼万年 而刚才房间中的悠扬情声 则更让叶湘伦好奇 她追上去问曲名 女孩却带着神秘 这是不能说的秘密 轻易的举动让叶湘伦有些无措 反应过来时 女孩已经笑着跑开 她忙问起对方的名字 斑花情依却害羞地回头 我不是告诉过你了吗 叶湘伦记住了女孩古灵精怪的模样 回家的路上下起小雨 两人在屋檐下相遇 与迪从芭蕉叶上滑落 在他们心中泛起涟漪 雨后的小路清新凉爽 叶湘伦载着女孩回家 时间在说笑中一时而逝 你心弹得不错哦 是厉害 是厉害 很快到了女孩家 她不舍得告别 临走前又问起女孩的名字 我叫陆小雨 我叫叶湘伦 回去的路上 叶湘伦满面春风 脑海中全是小雨的身影 连每天要买的菜都忘了带 还是阿婆提醒方才想起 次日做早操时 她四处张望 想要找到小雨的位置 可整整一天 班级和琴房里 都没有出现女孩的身影 放学后叶湘伦失落地走在回廊中 思念整天的女孩却忽然从背后出现 晚起而时的幼稚游戏 叶湘伦略带怨气地问她怎么不来上课 小雨解释自己一直在家练琴 少男少女的爱情逐渐萌雅 暧昧也在空气中蔓延 她们漫步在淡水河畔 聊起各自家庭的同时 享受着傍晚的浪漫 这天学校出了大事件 新学生叶湘伦要和钢琴王子斗琴 学生们纷纷涌向琴房 打算看一出钢琴王子教训新生的大戏 小雨也跟着挤进人群 本以为会是场毫无悬念的碾压 不成想叶湘伦情迹优异 几番较量后 竟让钢琴王子主动认输 甘愿交出珍贵的天鹅琴谱 琴房内掌声雷动 小雨笑着看向不远处意气风发的男孩 吃饭时她问起窦情原因 叶湘伦却故意吊起胃口 这是不能说的秘密啊 那也无聊啊 可下一秒 她又问起小雨为什么总是这么神秘 而小雨却答非所问 我能遇见你已经是不可思议了 他们在琴房中四手连弹 爱意在琴剑指尖飞舞跳动 琴声悠扬悦耳 却也引来教导主任 小雨躲进柜子中 但依然被主任发现 可一向严厉的主任 今天静止唠叨一句便转身离开 就当我没看到 好好练琴 这天之后 小雨来上课的频率依旧不高 可每次出现 就会和叶湘伦在一起 他们在校园舞会共舞 还翘刻去音像店 叶湘伦给小雨听自己最喜欢的音乐 小雨微微点头 忽然亲了她一下后便害羞地离开 两人一路跑去天台 小雨不断大口喘气 叹叶湘伦疑惑的样子 她解释说自己有哮喘 不能牵手 不能接吻 叶湘伦听后十分自责 小雨却忽然笑起来 说自己在开玩笑 她确实有哮喘 却还没言中到那个地步 叶湘伦这才释然 从包里拿出一本情谱地给小雨 这就是她斗情的原因 天啊 这很难找 我印象很重了 天色逐渐暗下来 小雨看着身边的男孩 忍不住说出了心里话 我喜欢你 他们终于确定了彼此 这天约会时 小雨得知学校的百年情房 就要被拆掉 她明显有些失落 还忽然决定将初见识弹的曲子 交给叶湘伦 只是弹琴速度快地出奇 你一定要弹那么快啊 我回去都弹那么快啊 她嘱咐一定不要在旧情房 弹这首曲子 叶湘伦没有多想 还承诺会还她一手 并在毕业典礼那天为她演奏 小雨笑着点头 可这天之后 她就消失了 叶湘伦得知苹果能知哮喘 便每天往小雨课桌中放一个苹果 可十五天过去 课桌中已经被塞满了苹果 小雨却还没有回到学校 直到第十六天 小雨才终于出现在班级中 男孩闭上眼睛等待女友 班花却稳了上来 叶湘伦发觉自己亲错了人 急忙将情依推开 到门外才得知小雨看到了刚才的一切 他快步追上去 小雨却已经没了踪影 就在今天下午 消失了十五天的小雨终于出闲 叶湘伦很是开心 在课堂上就忍不住写纸条 约小雨七点在琴房相见 不成想纸条进意外传到琴衣手中 这才产生误会 导致了刚才的一幕 为了找到小雨 叶湘伦在她家门口等待 直到傍晚十分 她鼓起勇气按响门铃 小雨的妈妈却劝她赶快回去 叶湘伦很是失落 正正走在回家的路上 可她不知道 小雨妈妈的出现 就意味着小雨口中 那个不能说的秘密即将被揭开 没有小雨的日子里 叶湘伦累积着思念 她一遍遍走的曾经和小雨走过的路 上课时也总会不自觉地向后看 下课后还常常去就琴房演奏 四手连弹好像就在昨日 而小雨的脸 也在悠扬的琴声中忽隐忽现 转眼五个月过去 叶湘伦的生活正常起来 自行车后座的人变成了琴衣 可尽管如此 叶湘伦却依旧难以忘记 那个在她生活中忽然出现 又忽然消失的女孩 毕业典礼这天 叶湘伦作为年级代表演奏 想起对小雨的承诺 她郑重地上前 琴衣想要助她演奏顺利 便将自己手练给了她 叶湘伦没想太多 带上后便开始演奏 悦尔的琴声在大厅响起 师生都陶醉其中 叶湘伦脑海中却满是小雨的模样 这首曲子是她给小雨的领悟 她无比希望小雨能听到 终于在演出过半时 小雨出现在入口处 看上去却很是虚弱 叶湘伦十分惊喜 可小雨注意到她的目光后 却转身就走 叶湘伦顾不上演奏 跑下台追了出去 小雨站在走廊中抹了抹眼泪 像是受了委屈般 转身抱住心爱的人 我消失了 他们紧紧拥抱 约定不再分开 可在典礼结束 叶湘伦将手链还给琴衣后 小雨又消失了 叶湘伦找遍了学校 还问好友有没有见到 那天和她一起跳舞的女孩 好友却大胆莫名其妙 怎么敢不就你自己个人爱跳 叶湘伦愣在原地 被这话惊出一身冷汗 她回忆起和小雨的点点滴滴 似乎每次见面 都只有她知道小雨的存在 今天好像有人没上课哦 谁说的 我刚才经常练琴啊 15天 15个苹果 你看你有多久没来了 成功到底不就你自己个人爱跳 下次如果没有伙伴 可以找我啊 我不是告诉过你了吗 我明明听见四首 只有学生啊 回到教室中 叶湘伦坐在小雨的位置 两人在一起的画面不断赏围 她开始恐惧 难以相信小雨始终都只是自己的幻觉 而正当这时 桌面上竟开始一笔一画地出现 用图改叶写的文字 分明是刚写上去 可自己却像是忽然经历了岁月冲洗一般瞬间破绝 看着桌面上的嘴 叶湘伦忍不住红了眼光 男孩拼命用图改叶在客桌上写字 可图改叶却所剩无几 她只好近乎疯狂斑在客桌上点出星星 回应上面你爱我妈的疑问 可桌面上却在没有任何动静 叶湘伦等不及了 一路跑去小雨家 想要将事情弄得清楚 在小雨的房间中 叶湘伦发现了她窦情名下的天鹅情 其中竟然还夹着一张自己的素描画 小雨妈妈愣在原地 不敢相信原来真的有这个人存在 小雨 我应该相信你的 她拿出张合照 其中一人是小雨 另一个竟是叶湘伦的父亲 叶湘伦更加疑惑 拿着照片飞奔回家跟父亲问起小雨 这才得知事情真相 原来二十年前 父亲还在学校教书 而小雨正是她的学生 那是个品学兼优 才华横溢的女孩 只是喜欢胡思乱想和稍有内敛的性格 让她和班级里其他人格格不入 几乎没有朋友 有次小雨偶然在就情房 发现了一本名为秘密的情谱 飞夜咒语般的四行字引起了她的注意 小雨照着情谱弹奏 随着情声响起 周围的事物开始变换 当最后的音符落下 小雨竟穿越到了二十年后 也因此初次见到了夜香轮 他们很快陷入爱河 而小雨也在数次穿越中 摸清了情谱的规则 第一 她必须要在就情房中弹奏 才能完成穿越 第二 只有穿越后自己第一眼看到的那个人 才能看到自己 第三 若想回到二十年前 就要在就情房加速弹奏这首曲子 明白了这些 小雨精心计算了情房到教室的距离 整整一百零八步 只为第一眼能看到夜香轮 可也不是每次都能成功 有时会看到情依 有时也会撞倒校功大友 这也是她总是缺客的原因 她的爱简单而纯粹 每次夜香轮送她回家后 小雨都要徒步走回学校 再就情房弹奏穿越回过去 正是明白相见的不义 小雨才在走廊中暗示香轮 我能遇见你已经是不可思议了 而在得知旧情房将要被拆除后 小雨将秘密交给了香轮 幻想着有天她能发现这一切 回到过去寻找自己 可在某次穿越后 小雨看到了香轮和情依接吻的一幕 她伤心至极 误会香轮移情别恋 于是便决定回到过去 再也不回来 可对香轮的思念却让她倍感煎熬 为了找人倾诉 小雨将事情原委告诉了老师 老师安慰着小雨 可实际却并不相信 只当小雨精神压力太大产生了幻觉 还让班长对她多加照顾 可班长转身便将事情说了出去 小雨成了同学们眼中的神经病 好事的人更是常常嘲笑 小雨被折磨得心力焦脆 只得选择休学 这也使得香轮五个月都没有见到小雨 可家里的日子并不好 妈妈同样难以相信女儿的话 找医生给她开了各种精神类的药 小雨日渐虚弱 这天她算着时间 想起香轮曾说要在毕业典礼为她演奏 于是便拖着疲惫的身子 回到学校琴房中弹奏 再次回到了二十年后 看到了在典礼上为她弹琴的叶香轮 久未相见了他们在走廊拥抱 可小雨却看到了香轮的手面 她认出那是琴衣的东西 于是再次误会了香轮 在典礼结束后回到了国局 结合父亲所说的 叶香轮里清了头绪 这时她忽然想到 旧琴房要在今天被拆除 于是赶忙骑车出门 朝学校飞奔而去 赶到琴房时 拆除正在进行 叶香轮却还是闯了进去 快速弹奏起那首秘密 碎石在房间飘飞 香轮浑身是血 却依旧拼命弹奏着 当最后一个音符落下 石锤也朝着她飞来 随着一阵恍惚 香轮站在了二十年前 看到了房间中 正在读书的小雨 或许是她谈得太宽 穿越到了小雨认识她之前 看着朝自己礼貌点头的女孩 香轮露出笑容 由于就琴房被拆 她也永远留在了小雨的时代 完成了这段跨越二十年的爱 买出车站的前一颗镜 有些犹豫 不禁下家镜像亲切人 无可避免 二场夜的天 依旧那么暖 风吹起了从前 从前出世这世界 我般留恋 看着天边 似在眼前 也甘愿赴汤到过去 走太一遍 如今走过这世界 万般留恋 翻过岁月 不懂责脸 错不及风 闯入你的笑颜